然後再配合特別注意,鎖,鎖列而已 就是在1的前面加而已,你不要畢業給他鎖起來 畢業給他鎖起來就變成全部都是 都是性別了 就鎖性別 所以這個概念有了,後面就會稍微簡單一些些 不過我們本來後面是提供給各位一些程式 但這些程式後來發現效果不好 但是我可以demo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做好之後的話 這個是最後做完的結果,你可以長什麼樣子 以後如果你要做問卷調查的話 其實就是多一個清除,把它清掉 然後再按個按鈕,按下去 他全部就做 所以也就是說以後 程式就是背後的東西 你如果寫完之後 你就可以馬上把結果給秀出來 那這個威力應該更強大 可是 問題是背後要寫的東西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許進階班會稍微再 講一些這部分 但是也是進階班也是7個小時 如果你要深入理解的話 可能7個小時要全部 學完 可能還是有點問題 不過至少你會知道一些基本概念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就自行參考那個我們講義裡面 的那個這邊的相關說明 其實關鍵就是 再要把那個開發人員叫出來 那理論上你們的開發人員應該都沒有叫出來 開發人員在這裡 這個叫 VidoBask 後面的話就會寫一些程式 把他錄製成聚齊之後就可以一鍵完成 在哪裡 開發人員 你想說開發人員你們上面沒有對不對 就是要把它打開 因為這個 等於是有點是 你要開啟才會有的 沒有開啟 就不會有 那在哪邊開呢 在 在你們那個上方有個什麼 其他 那個 有個小箭頭吧 這個叫 制定快速存取工具列裡面有個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有個制定功能 制定功能區 如果你的版本是2010以後的話在這裡 如果你是2007的話請注意上面有個常用 一樣的位置常用 常用裡面好像有一個叫什麼 請用那個 開發人員標籤 那個之類的 不一樣的位置 那你就把這個什麼開發人員這個打勾一下 你就 會有開發人員 不過我跟各位講 這個打開有點像 開啟那個潘朵拉的盒子 沒開就沒事 一開的話那就 會有 很多事了 你可能要學不完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暫時還沒有那個準備的話 你就不用去打勾他了 不然的話打勾他 你可能就要開始要 就是 心態要轉變了 因為你 即將就要變成開發人員 OK 沒事不會去打開他 但是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未來應該是會更有 非常有必要 為什麼大數據 你要分析他的話 不會寫一點程式 只用函數 很多事情還是處理不完 所以 這種東西會越來越受到 重視 所以 可能 但 如果有需要的你就把它打勾 稍微了解一下 裡面他有一些像錄製集 就是 如果你前面做過的事情 你希望把它紀錄下來 變成程式的話 那你就可以錄下來 然後呢 再做一些修改 就可以變按鈕 所以做完之後 其實就是 我是用錄製集 修改 修改之後 結果做兩個按鈕 就可以有一個清除 有一個 把問卷調查 一鍵就可以完成的功能 其實我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因為很多 工作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你就把 你的 工作全部串在一起 一鍵按下去 報表就產生了 而且你還可以針對報表去選擇 你要產生什麼樣的報表 或者是說你可以下什麼條件 變出什麼資料 或者變出圖來 其實都是可以做到的 他這個部分就是可以 但是你希望快速的產生多樣的報表 幾個報表也可以快速的自動產生 那自動化出你對應的 對應的樞紐分析圖 是不會有問題的 只是說這個可能要付出一點代價 所以這個 就大概提一下 程式在這邊 你可以自己 有興趣同學自己再參考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有這個資料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做什麼 要做一點樞紐分析 用樞紐分析表 來幫我們做一些統計的工作 那我們可能需要了解什麼 比如說這個資料 這麼多資料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設計雜誌到底誰看 哪些比例的人看什麼樣的資料 哪些年齡層 最喜歡哪一類的設計雜誌 或者裏面還有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高的 喜歡看哪一類的 教育程度低的 喜歡看哪一類的 或諸如此類 當然你也可以跨多了 比如說 性別是女生 然後可能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上 然後年收入可能多少以上 他可能喜歡哪一類的產品 那如果你都有data的話 你馬上就可以知道 那你可以投其所好 其實行銷是這樣 你一定要找到對的人 給他 對的訊息 馬上他就 他就會很喜歡的 但如果你給他錯誤的啦 說真的你沒辦法打動他的心 那這裡的話呢 首先我們要需要做哪些 統計呢 第一個 人數 首先第一個我想知道 請問一下這個問卷裡面 總共有多少個人做 其實這個根本不需要用那個 樞紐分析表 你可以用什麼 編號 那你可以在 問卷編號這上面按Ctrl向下 Ctrl鍵按住 向下 他就出現了 所以你會按編號什麼 就150啦 Ctrl向下是 跳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Ctrl鍵按住再按向上 又跳上去了 Ctrl向上下左右 你可以在這個範圍裡面去做移動 所以這邊 Ctrl向上 Ctrl向下 一之類推 這個 現在有點怪怪的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接下來呢 我們有150個人做 可是其中 性別 男女各佔 百分之多少 還有呢 他數量是多少 可不可以給我個簡單的報表 所以這個地方 大概我們需要 性別告訴 還有年齡分佈 年齡分佈有幾種 這邊的話呢 可不可以給我個報表 還有呢 職業類型 哪些職業 的佔比 所以這邊有這麼多欄數 那 怎麼樣知道 性別 年齡跟教育程度 當然後面還有一些欄位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他的職業是哪一類的職業 或者是說呢 他的 收入是多少 還有多久買一次雜誌 這些其實都可以查 當然以後如果說你自己也有做一些問卷 也可以類似的方式 馬上得到你要的結果 可是呢 如果今天 第一個我希望做做什麼 性別好了 性別的佔比 那各位可以 看一下 八十八頁 這邊的話 其實再來 這邊後面有 總共會有 四個 分析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月收入等等 後面其實還一堆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些都統計出來的話 那怎麼做 不過這邊可能會有個比較特殊的 就是百分比 百分比 早上好像沒講到 早上只有講到說 拖拉過來幾個 跟 總共 這個 加總的結果 但是百分比要怎麼做 OK 其實百分比非常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一樣先把那個 就是 剛剛的資料先準備好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一樣 把游標放在記得 做完的這一個 就是 查完的結果 這個 你不要再用前面那個 不然前面那個的話 他等於都是編號 那接下來的話就插入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範圍OK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針對 性別 我要統計什麼 統計到底 男生幾個 女生幾個 那男生幾個 女生幾個早上有講過 我們怎麼做呢 性別拖拉到列標籤 他有點像幫你什麼 移除重複嘛 對不對 剩下 男生跟女生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 怎麼樣 比數幾個 怎麼比數幾個 其實很簡單 一樣把性別拖拉到值 那因為呢 值 裡面 男跟女都不是數字 所以他不會加總 他只會加幾個 OK 放開 這樣的話幾個出來了 那 女生62個 男生88個 可是 我不想看到的是 幾個啦 因為幾個還要在自己算 百分之多少 可是我想知道 百分之多少 比例喔 所以這部分的話怎麼做 很簡單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在值這個地方 拖拉之後 他這邊呢 還可以 點擊這個箭頭 旁邊有個箭頭嘛 你把它點擊下去 我習慣從這邊點擊 接下來的話他會跳一個清單出來 這個清單裡面請你找到直欄位設定 直欄位設定 OK 那這個直欄位設定當然不是從這邊 其他地方好像好幾個選項裡面也可以找得到 不過從這邊我覺得比較順手 OK 那這個裡面的話你就直欄位設定 怎麼改成百分比呢 很簡單 請你呢 切到什麼呢 在直的摘要方式的地方 把它改成直的顯示方式 他預設是無計算 那你可以把這個清單點一下 他裡面的話 就會出現什麼 總計百分比有沒有看到 OK你就選這個總計百分比 當然其他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 幫你做一些 其他的方式顯示 比較常用的是總計百分比 如果我要算的是總計的百分比 點一下 再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邊 你們名稱不一樣 總計 我看 我這邊叫總計百分比 總和百分比 好啦反正 沒關係 應該都一樣 看得懂就好了 可能他微軟 是有他翻譯的關係 所以你們找一下那個 功能可能差一個字 可能你要總和百分比 我這邊叫總計百分比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哇 百分比就出來了 男女各佔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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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41 當然如果說 將來你 不要小數點的話 其實很簡單嘛 選取他之後 把它一樣用常用裡面 小數點拿掉 這樣就OK的 如果你只要精確到 他的那個 個位數字 小數點不要的話 你可以把小數點一樣拿掉 可是問題來 如果今天 我很貪心 我可能除百分比之外 那我還要一個 幾個 放旁邊 一欄是百分比 一欄是幾個 那怎麼做 再拉一個 對對對 其實在性別 要拉到下面去 可是他顯示成 百分比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把它 欄 設定的話 他就把它改 改成 所謂的那個 無計算 項目個數 他這邊因為 他的格式 被我剛剛改過了 所以他變成什麼 百分比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可以把它改回來 改成不是百分比 那不是百分比 你可以選取他 我的習慣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儲存格 右鍵裡面有個儲存格格式 那你恢復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通用格式就好了 他原來的這種格式 把百分比恢復成通用格式 按確定 就恢復了 68 88 OK 這樣的話 就 做出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出來了 剩下來的話 請你在這邊 把那個工作表部分 點兩下 列標籤這邊改個性別 然後呢 請你把那個 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也把它改個性別 或者叫性別 樞紐分析表 然後拉到後面好了 就多一個 並且呢 把 這個 這個樞紐分析表 裡面的樣式也是會變更一下 早上有講過樣式啦 或者是說其他的選項 不過這個我想樣式你可以自己再搭配一下 因為每個人喜好不一樣 你可以變更一下 順便了解一下其他的功能 像這邊有標題欄標題列 這個要不要顯示 你也可以 再做一些其他的設定 那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就是說 後面還有什麼呢 年齡 教育程度 然後職業 收入吧 也許你這邊的話 可以再練習一下 把其他的百分比 也把它做出來 就是 參考一下那個 88頁這邊 我們要大概把這些其他的 因為 學習